今天咱们降临到一张拥有四座冰雪辉煌岛屿的全新地图 才是方舟官方收兵地图中最值得游玩到一张 当地的君敏也是十分的友好 这张地图生活在四张新面孔 咱们今天最先拜访的就是这只体型硕大的安士兽 它们主要分布在最常见的森林地嘛 依然看到这个家伙的体型着实瞎也一跳啊 我只能过你玩家我也一点不意外 你说这个家伙外国像一只猪就算了 这发车的生意一玩玩全全是一只猪啊 蜂蜜是安士兽最喜爱的食物 安士兽为和平炫护 也就是说炫护安士兽咱们必须提前准备好蜂蜜 蜂蜜 要蜂蜜放置零号键 然后悄悄地靠近按一键喂食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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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么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正确的方法是将蜂蜜丢在地上 扔到安士兽自己去掐 然后重复这个过程 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家伙在没有找驯养进度的情况下 把你的蜂蜜全给掐了 安士兽禁止蜂蜜时会大大的降低防备 这时候需要咱们靠近骑上去 只要跑过去按一骑行就行 也不用偷偷摸摸的 其实安士兽呢会出现一个方向键头 每边亮了就按住对应的方向几口 基本都是需要长按 按正确的方向的键头会出现绿色的钩 然后重复这个操作 直至被安士兽甩下臂揣你一脚 然后你就可以安心的驱使了 你在安士兽的身上 咱们不仅要按对方向键 还需要时刻的关注蝴蝶军 同时关注下方这个红色的条 红色条的宽板时需要自己提前按一下做起 自己按一下做起 是不会让安士兽进入仇恨的 如果是被安士兽甩下来的话 百分之百进入仇恨 按一下来之后 咱们再重新将蜂蜜扔在地上 等待安士兽再次进食 没关系咱们还有 我让你白嫖 驯服过程中 只有当剑头出现勾勒的情况下 才会增长驯养进度 并不是骑上就长驯养进度 所以困难黄就会大大地降低驯服效率 不用困难黄的话 那就最好提前清一下场 因为在驯服过程中 安士兽被其他生物攻击 是否清空驯养进度 驯服的安士兽同样可以直接骑上 又是由骑着少年帅气登场 安士兽的左键 随咬 主要的疏似方式 右键 登腿 上海钉 不过可以击退敌方生物 开始中学型的生物进入短暂的减速 登腿并不会使敌人增加眩影值 我想唯一的作用就是护局 安士兽最擅长直线奔跑 刚起步时速度会比较慢 持续奔跑几秒后 速度会明显提升 并进入冲锋阶段 冲锋阶段的立即回头 就可以直接飘移 飘移结束 如果继续奔跑 就会触发氮气加速 开机兰的左键 第一个图标就是干气兰的cd 如果又觉得安士兽起步慢了 那么它的射件 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射件必须在 按住W加Safe的开机 奔跑的状态下才可以使用 射件的能力就是让安士兽 可以直接耗到氮气加速状态 氮气加速也有冷却时间 不过氮气的次数 一共可以叠加到三次 安士兽在冲锋过程中 是可以撞毁石头和撞到木头内 冲锋可以无视小型的生物碰撞 要碰到乌龟 这种大型的生物就会停下来 普通过弯会大大的降低冲锋的速度 安士兽不仅在陆地上的速度快 到水里一样可以来去置入 安士兽的游泳速度 超越大多数水里的生物 在水中使用X样 可以切换成潜艇形态 可以垂直下降至海底 然后在海底自由的奔跑 不过受到寒水的阻力 就无法进行冲锋阶段了 至于这个技能的作用嘛 说在海底达到三线重 或者广石塔 好像也没有啥作用了 在水里下坐骑的话 安士兽就会非常快速地浮到水面 而至于你的话 就可以骑倒了 安士兽是具有安具类 安具在骑手世界接手制作 这个安具非常的特殊 其实更像是一台 有装甲的机枪炮台 并整个人物都包括在装甲内部 然而并没有保护骑手的效果 装甲也不提供任何的额外减伤 当然这个安具类 也不会给安士兽带来 任何速度方面的负面效果 按Ctrl可以切换进入机枪操作模式 然后按右键射击 是的 没错 右键 机枪操作模式下的左键 还是安士兽的嘴鸥 装甲的机枪使用的是高级步枪子弹 伤害码也叫那样 截摆发的子弹 才能盖带一只野生的剑龙 第一个人称 咱们可以看到装甲类别的画着小彩蛋 左侧应该是击杀敌人的数量 右边应该是方舟logo和一些其他的元素 总的难说 安士兽是一个可以耗过你家子弹的机动性战车 既然不太使用了半只的潜艇 所以还在等什么 快骑上他 撤驻奔腾吧